五个山河掌村位于日本本州中部地区的飞陀山脉 主要包括五个村庄 分别是白川村、澳飞陀白山村、平岩村、月前厅和南木村厅 这些村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自然环境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河掌造是一种独特的传统建筑风格 其特点是无顶油厚重的植物材料 通常是茅草、叠海而成 形成了像两掌核实的形状 因此得名河掌 这种建筑风格在五个山河掌村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成为了这个地区的标志性特色 这些河掌造的房屋不仅在建筑上具有美学价值 还有实用的功能 厚重的屋顶提供了良好的隔热和隔音效果 史屋内保持凉爽和安静 同时 这种建筑风格也能够有效地抵御风雨和积雪 使居民能够在严寒的冬季中保持温暖 五个山河掌村的村庄布局也十分特殊 房屋被紧密地建筑在山坡上 彼此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犬落 形成了如同小型村庄一样的景观 这种布局不仅有效地利用了地势 还能够减少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这些村庄的居民主要以农业为生 种植水稻和蔬菜等农作物 在五个山的严寒气候下 居民们依靠传统的农业技术和耕作方法 生活着朴实而坚韧的农民生活 游客可以体验到原子的农业活动 了解到这个地区独特的农耕文化 除了河掌造房屋和农业 五个山河掌村还拥有壮丽的自然景观 周围的山脉和河流形成了美丽的景色 每年秋季时节 山坡上的树木都会变成金黄色和红色 呈现出壮丽的秋景 游客可以在村庄周围的小径上漫步 欣赏到迷人的自然风光 此外 五个山河掌村还保存了许多 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文化遗产 游客可以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和文化中心 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和传统工艺品 另外 一些居民还开设了民宿 让游客有机会在河掌造坊屋中 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 总之 五个山河掌村是一个充满独特魅力的地方 它将古老的河掌造坊屋 原始农业生活和壮丽的自然景观结合在一起 游客在这里可以领略到日本传统文化的魅力 并且享受到宁静海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无论你是对建筑艺术感兴趣 还是追求大自然的美景 五个山河掌村都值得一游